走进桃园市的峰河公园 小朋友及家长开心的在公园内游玩 其中50米高的滚轮溜滑梯 更是让小朋友玩得不亦乐乎 不过先前有富人在乘坐溜滑梯时 因为速度太快 落地时太过猛烈 也造成脊椎出现受伤的情形 市府养护工程处在第一时间 已经致电民众关心受伤的一个状况 那后续呢有保险公司已经出现 那协助民众办理后续的一个理赔事宜 那其实跟依据我们CNS的规范 滑梯在1.22公尺以上的话 在滑出段的高度呢 必须跟我们的防护的铺面有 18到38公分的一个距离 那丰河的一个滑梯呢 受减的结果呢 是符合规范要求的 那市府在近期呢 会请厂商先行在 针对我们现场的景影的部分进行加强 那为了提供我们市民一个更安全 更舒适的一个环境 市府会延拟后续加强我们检验的频率 桃园市政府养工处 在第一时间结果民众的反应后 除了马上跟受伤妇人联系以外 同时也将由保险公司 进行后续的理赔 不过对于部分民众来说 滚轮溜滑梯因为有设置 相关防护措施 因此并不担心达成时会受伤 看起来很可怕 就是因为很高嘛 然后之前做过一次就是屁股会麻麻的 危险的话应该不会吧 就只会有刺痛感而已 这样子也不会掉出来 我觉得其实不会 但是这边底下这边可能要多保护一下 看有没有护垫之类的这样子 一点点刺激我觉得刚刚好 我觉得正常使用应该是不会吧 如果老人家可能反应比较慢一点 然后就比较注意安全 要注意安全 还是要考量自身的身体状况嘛 对啊一般像很小的小的玩 都不会发生状况 所以我觉得安全性是够的啦 长长弯弯的溜滑梯 一边溜海一边欣赏公园风景 而桃园市政府洋工处表示 目前滚轮溜滑梯都有设置软垫及警示牌 且一切都符合安全规范 对此洋工处未来也将研拟改善方案 并呼吁高风险族群不要使用 记者们的军团报导